哈喽各位聚法学的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点有关于 Chapter No.2 Synthetic Category的概念 那其实这个概念同学应该都很熟悉了啦 因为我们在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的时候 不管你是上 那一位老师的课 我相信啦 我们可能在Morphology 或者是在Syntax的章节 都已经把这些基本的关于字 应该要怎么分类的概念 都已经还蛮仔细的提过了 那所以今天我不会带你 完整的把Chapter No.2看完 因为这个章节很长 如果你有打开你的课本 做一下Preview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章节非常长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 很琐碎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Information 那但是你还是必须要看过去啦 因为这些都是还蛮重要的概念 对于不只是英文的字的概念 那还有整体的字在 不管是英文这个语言 中文这个语言 或者是其他世界各种语言当中 然后它都会有一些还蛮重要 应该是你上过语言学的课程 你就应该要知道的概念 好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课本好了 所以这是课本的Chapter No.2 那第一个你应该要知道的概念 应该就是 Why are word categories also called syntactic categories? 那我相信啦 其实这个老师应该也讲过了 我们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例子 这一页 Page 30 然后Example No.8 这个例子啊 不管你要用第一句 第二句 哪一句来讨论 其实就是很明显嘛 为什么word category又叫做 Synthetic category? 因为我们如果要把字分类的话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一个一个的字 抽离它的Synthetic context之外 然后写在纸上 然后告诉我说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word category 它唯一make sense的 就是把它摆进句子里 然后看它在这个句子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去判断 OK 今天它属于什么样的word category 那所以我们会说 我们在讨论字的分类 其实很大的依据 是来自语句法的概念 它出现在这个句子的哪一个位置 它跟它前面的后面的 左边的右边的字 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今天我们用这个来决定 它属于什么样的word category 因为字的分类 它必须在特定的Synthetic context里面 它才能成立 所以我们又会说 word category常常又叫做Synthetic category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课本要问你的概念 应该是我们常说字会做不同的分类 把它分成不同的词性 但是what are the formal criteria 那有没有一些是比较正式的一些我们可以用来做依据的条件 然后去决定我们今天把这个字分成哪一个类型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之前就讲过啦 当然从语义上面我们可以去做判断 但那一定不是绝对的 或者我们可以从morphological structure 包含这些字尾 包含这些字尾 或者是字的结构本身 我们都可以去判断 它属于哪一种所谓的word category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也上过嘛 字的形成 字的结构 它也是有所谓的hierarchal structure 它并不是同时间或者是没有任何规则 你就可以把任何的morphium跟morphium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智慧 那就是因为它有阶层性 它有结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把字拆开来 然后去讨论 经历过这些结构 譬如说一个动词加上uble 形成一个形容词 这样过程的智慧 那它可能这个字根属于某一种类型 然后出来的新的智慧又会属于某一种类型 那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那第三个当然从distribution来的 我们可以从字出现的位置去判断 它属于什么样的word category 基本的概念就是 每一个句子当中我们随便空出一个格子 那往往都只会有符合某些特定类型 符合某些特定特征的智慧 你才可以把它摆进这个位置 那这些所谓共同的特征啊 我们就会说名词 所有我们叫做名词 它可能缺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某些我们叫做形容词的 它也缺有某些特定共同的特征 那我们只有具有这些特征的智慧 我们才可以合法的把它放到句子当中的某些位置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字在句子当中出现的位置 然后去判断它属于哪一种word category 那这是前面 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已经很清楚 我们都已经听到不要听的一些关于word category的概念 那今天我们可能就要讨论一下 接下来2.2往后 整个第二章都在讨论的概念 所以你们会看到荧幕上面出现的 它问了你一个问题 What are inherent features? 什么是 inherent features? 那你大概看到 inherent这个字 你可能会想到的是innate 想到天生的概念 什么样的feature叫做innate 叫做inherent features of words 那我们其实稍微思考一下 其实很多概念 应该说很多的linguistic category 它其实都会有属于自己的inherent features 那它就是因为具有某些feature 我们才会去把它做某一些特定的分类 譬如说我们在phenology的领域里面 那什么叫做inherent features of phonology 那其实我们讨论的可能就是 the properties of sounds 声音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我们讨论到morphology的话 那可能我们在讨论到inherent features of morphology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就是那一些word category word forms 那semantics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些所谓的core meaning of words 每一个字会它都会有很多隐身的意义 但它也会有所谓基本的核心意义 就是我们用来定义 一只猫为什么是一只猫 一只狗为什么是一只狗 然后一张桌子 为什么它是一张桌子的那个基本的概念 只要符合了这些定义 我们就可以说它就是一只猫 它就是一只狗 它就是一张桌子的那个所谓的core meaning 那我们就会说这些在每一个linguistic category 它具有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我们就会说它是所谓的inherent feature of that linguistic category 那word category也会有所谓的inherent feature 那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同学可能就要非常的清楚 inherent features 跟agreement的概念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譬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句子 好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句子啊 the boy eats three meals a day 那我们就会注意到 我们在morphology里面 我们讨论过inflection 那在这边你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小小的functional morphine 很多小小的functional words 那我说它小当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 只是说相较于那些可能比较复杂的 然后比较具体的智慧 那它有的是一些所谓的grammatical function 然后这些智慧 有些attach到动词上面 有些attach到名词上面 那我们就会说 是不是这些我们叫它做markers 这些小小的 不管你说它是markers 它是indicators 它们对于这个智慧来说 它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智慧 这一种类型的智慧 它所具有的inherent feature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譬如这个s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概念 它代表的是负数 那这个s它代表的是 第三人称单数嘛 所以它代表的是人称 单数 可能还有时态吧 因为它必须在现在是中 你才会把动词加上 加上s的这个标记嘛 至少在英文当中是这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 所以对于名词来说 plural是不是它的inherent feature 就是它是不是天生这个名词 它就应该有带有所谓的number的概念 单数复数的概念 那似乎是啊 因为名词它似乎就影射 它可能会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 那对于动词来说 它是不是我们也会在它上面标记 所谓的number这个概念 但是number对它来说 是inherent feature吗 那似乎不是哦 为什么 因为动词本身不具有单复数嘛 它单复数的来源是来自于主词 所以这时候 这个inherent feature是主词的feature 但是动词展现的就是所谓的agreement 那你说人称也是啊 这个也是主词的feature 所以这个是名词的feature 但对于动词来说 虽然它上面做了grammatical indication 但是这个标记并不是动词本身 天生就应该要被标记上去的feature 而是我们在动词上面去mark名词的feature 然后动词展现的那个property 我们叫它做agreement 那似乎只有时态啊 是动词本身就应该具有的 一个动作发生的时间 或者状态 OK 所以这两个要搞清楚啊 或者我们常说 lispens lispens 这个名词我们当然有所谓的单负数的区别 那这个是名词本身的inherent feature 名词我们本来一个名词出现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一只 或是会有好多只 那它前面的demonstrative 好像也有单数跟负数的区别 那但是这个单负数的区别 并不是demonstrative它本身的inherent feature 那我们把它标记上 所谓的单负数之间的差别 是来自于跟在它后面 它必须要修饰的名词 所以我们这时候会说 这时候它标记的是名词的inherent feature 那这时候我们会说 它是所谓的agreement 或者是concord的概念 那大致上是这样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章节啦 我们之后可能你必须要 特别注意的 所谓的inherent feature 跟agreement的概念 那它在我们的第二章里面 从名词 然后动词 形容词 介细词 preposition啊 adjective啊 然后一直到adverb 其实课本只有讨论这几个 所谓的major word categories 那当然啦 在语言当中一定会有很多 其实在这几个类型以外的word category啦 看我们要怎么分类 那但这几个是 你比较熟悉的啦 也是英文有的 然后是很多语言系统当中都有 但是不是绝对一定都有的 那你把这 你看过去这几个章节的时候 我要你特别注意这个point 就是对于一个名词来说 对于一个动词来说 对于一个形容词来说 那到底什么是它的inherent feature 那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动词在上面 做一些marking的时候 做一些grammatical indication的时候 我们标记上去的 究竟是这个动词 它本身的feature 还是它其实是在做agreement的动作 它其实是在动词上面标记 或许是名词的inherent feature 或者我们在形容词上面标记的 也许是它所修饰的名词的feature 还是我们标记的是 它本身的feature 譬如说comparative 譬如说supportive 比较级跟最高级 那那个就会是 形容词本身具有的feature 那这个是我们进入这个章节 同学在做自修啦 在阅读第二章的时候 你特别要注意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Why are word categories also called syntactic category? 为什么word category 它又叫做syntactic category? 那第二个 What are the formal criteria to determine syntactic categories? 我们是怎么样决定一个字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 syntactic category? 有没有什么样的formal criteria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判断? 还有第三个 What are in-here features?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n-here features and agreement When we find some grammatical indication on some kind of syntactic category of words? 那这是三个我要同学 特别注意的重点 那希望同学这两周的时间 可以好好的把第二章很琐碎 然后但是不难的 整个chapter number two读完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回去记得要读书 然后你们还会有其他的功课 会交代在平台上面 交代在iClass上面